大家好我是响哥 今天我妈也上南州了 没吃过海鲜 我去买一点龙虾给我妈妈吃 让我妈妈尝一下 上次那个买龙虾的 差点把我喷了 今天不去他们家了 龙虾多钱 吃吧 来给我装一下 不要扫车 扫不多 上次我从他们家买的我扫车了 已经6了 已经7了 好 先将买回来的新鲜的小龙虾 刷洗干净 然后用手抓住虾腿 扯出虾腮 接着用手抓住小尾巴 拧半圈 抽出虾腺 再用剪刀打斜 剪掉头部 虾黄可以留着 全部整理好之后 用清水冲洗几遍 直到水变清为止 准备去皮的大蒜 用菜刀拍扁 剁成蒜末 剁好的蒜末先装碗备用 接下来开始操作 起锅 倒入菜籽油 油尽量多一点 等油温7成热 下入小龙虾 稍微炸一下 然后捞出来 然后捞出来 控干油备用 锅里有少许底油 下入蒜末 炒出香味 再加一点点姜末去腥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加一点泡椒 接着要倒上小龙虾 可以中火翻炒两下 然后倒一罐啤酒 再加一勺清水 接着开始调味 加白糖 盐 鸡精 胡椒粉 少许生抽 将调料搅拥 盖上盖子 小火蒙7-8分钟 时间到 揭开锅盖 撒上切好的蒜苗或者青椒 开大火翻炒收汁 然后出锅 装盘 一道鲜香可可的蒜蓉小龙虾 就做好了 请大家参考 蒜香味突出非常的好吃 吃饭了 吃饭了吗 妈 叫奶奶吃饭了 奶奶吃饭了 奶奶吃饭了 奶奶吃饭 哦